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小泽 我们来今天来写下成语外施造化 因为这个外子它是左右结构的 所以尽量把这个笔画呢给写抖一点 撇下来 这里呢是有个笔度的 竖钩 这边 卡住 卡完之后往这边伸出来一点 纳笔呢纳的会稍微重一些 竖笔一定要直 那么往上抬这个框架呢一定要写小一点 框架一定要写小 再往这边出来 平 往一边倾斜 外面倾斜一点 那么这个折笔的话就可以直直下来 到这里转下去卡住 朝上 尽量的话就是这笔偏低这边偏高 这个悬真数呢其实还可以再写重一点的 写的时候可以再写重一点 外施造化 同样这笔不能写太长 同样这笔不能写太长 口口也不能写大 电话往上 前四连带 这样这边下来 这笔不能写太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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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在我们这边下去的时候呢 连带下来 我们这边带上去 带上去 他整体来说的话笔画写的饱满一点是没错的 这几个字我们就写到这里外施造化 好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都可以打在那个屏幕方 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的话可以打在 这个公屏上 评论区里面 那么感谢大家的点赞 转发 还有 收藏 我们下期呢 同样是不见不散